醒天公快醒在 迈入四十年 在澎湖错老佛祖诞成日当天 醒天公都会准备白米 面线等民生物资 给安乐区的低收入户 给予实质的关怀与帮助 我们前天经每年都做 发辟这个动作 今年也是古代家事 已经有40年了 祖宛的来玩都是我们在 潜心民俗和我们在委员 大家来兼演 我们的庙宛就是在兼职 一个交流同样 大家来来这里聘 感谢大家 事员秦真 吴华家以及嘉然里里长王贵美 也一起来参与这善的循环 佛祖圣诞 我们醒天公每年在圣诞之日 都来做这个所谓的地方的 一个机能救助 我想这是一个众神大德的 一个福报来话 希望说大家社会之后 大家这个功德人的 补持于我们的一个角落 醒天公是家人里的 一个重要的信仰中心 那公主张修萌 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地方祈劳 那长期以来 就是在我们佛祖诞辰的时候 都会以这种 做善心发放物资的方式 来帮佛祖庆祝圣诞 你相信这样子的温暖 跟善的循环 可以广布在人间 他每一年都有做这个平民的救赛 他每一年也都有关闭美 我们与你的理民 共产党 那是一个乐视的大好人 安乐区区长特地到现场 致赠感谢状 感谢醒天公提供最接地气的关怀 在宋经旗安法会上 善男信女虔诚礼拜 恭祝基隆兴天宫 彭湖错老佛祖诞辰快乐 请天宫欢迎民众 前来礼拜佛祖 未来也会继续办理慈善活动 将信众的爱心远传 祝福民众一切平安吉祥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